好 其實非常意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基隆 這個謝果良今天又去站在路口了 但是更讓大家意外的是 這禮拜呢 不是國民黨都一直說要打熱戰嗎 周周都有來贏大咖 這禮拜的大咖是誰呢 好 先來公布答案啦 我們請教小玉姐 朱立倫耶 朱主席來了耶 就像剛剛金平哥所說的 就是來回罵 被罵 不來也會被罵 但我想說 如果你是要吹這個深藍的選票的話 把黃復興擋不給裁測的朱立倫來了 真的好奇嗎 我先講兩件事啦 第一個我覺得謝果良 他真的是沒事幹嗎 金融市長真的有那麼閒嗎 他已經就是說 昨天三天在台鐵 台鐵的門口那邊 我必須講台鐵人員是非常客氣的 把市長請他不要站在這邊 因為這樣會引發很大的一個罪 其實他就是違法啦 公家後家就是違法啦 結果我本來想說 台鐵人員給他公子哥 給他公子哥市長台階下 你不要再來 他今天換一個路口 繼續在那邊 我是覺得說你真的沒事幹 金融市長真的那麼閒嗎 難怪有網友就說 不然把他罷一罷 乾脆他就去日本料理店上班 你要鞠躬鞠躲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招財貓啊 就直接你要去鞠躬 你要做這種事就這樣嘛 真的我覺得金融市民 沒有說要這個市長 真的你每天去站路口 然後在那邊鞠躬一個小時 在那邊風吹日曬雨林 我覺得大家期望的市長是 你利用這一個小時 雖然說這個是上班前的時間 可是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啦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幕僚 去給他出這樣子的一個主意 就是讓大家認為說 你這個謝國良更加沒事幹的那個印象 第二個 好啦 那個真的是 這個所謂印證的 朱立倫說要戰來戰 這個真的還是要戰來戰 要來熱戰 那要來熱戰呢 我是覺得說真的也蠻故意的 他們是八月三號 八月三號朱立倫要去了 他們來講啦 憑良心講 你朱立倫 這個黨主席 身為黨主席 你去挺自家的這個市長 這個是合理的啦 可是你要選的地點 我真心覺得太挑釁 太挑釁了 他其實選在哪裡呢 人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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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很大 你有很多的這個路口 可以選嗎 冷氣不冷那個市場 冷氣 你可以想去跟中央要冷氣經費 那個市場 人愛一個市場 不管是人愛市場 或怎麼樣市場很大 你有很多的路口可以選 可是你為什麼偏偏去選在 這個所謂的愛山跟人士路 十五號這邊 就選在這個 這是哪裡 這個是童子偉他家的門口 就是在友安通訊的這個旁邊 就選在這邊 他選在這裡 選在童子偉家 之前不是說要罷免童子偉 然後故意選在這裡 選在童子偉家的這個門口 你在那邊開講 我再講一次 人愛市場很大 就算不大也不小 那你沒有必要去選在人家 議長家的門口去開講 這個就是四個字 清門踏戶 清門踏戶 而且我覺得這個挑釁意味太濃厚了 那說實在你基隆這麼大 對不對 你很多的這個區都都可以去講 可是你偏偏選在人愛區 然後你又選在童子偉家的門口 那你這個意思要怎樣呢 是要跟童子偉出來叫戰嗎 童子偉你給我下來 你罷我我罷你 你是要這樣嗎 我是覺得你是嫌 又要再挑起藍綠的那種感覺了嗎 他是嫌那個 他是嫌那個誰啊 他是嫌這個謝國良的仇恨值不夠高嗎 對 那一方面 一方面這個是公民團體 那你現在就是我要我要警告 我要警告謝國良 如果說你現在公民團體 都已經是超過四萬三千份了 如果你現在是希望童子偉 他們家的宮廟系統 再加上民進黨的力量一起下去嗎 如果你真的要來叫正的話 那因為昨天說可能25%25% 現在可能就不止了 這邊可能會衝起來 童子偉他們家地方勢力雄厚 而且他阿公 慶安公 那個宮廟系統都還沒有動 再加上民進黨 如果再下去動的話 哇塞 不得了 挑錯對象吧 我覺得你挑要 月姊打怪 是只要挑軟的字 要挑月圓字嗎 不是啊 我是覺得說 現在只是公民團體 對你不送 結果你去挑了一個議長 挑了一個在地的 不管是宮廟系統 或是政治性指標 都蠻高的人 你去挑他來打 你去他家門口 去那邊叫囂 去那邊唱唱 那我會覺得 好啊 那如果順勢的話 那包括宮廟系統 跟這個民進黨 這個綠的 全部都站出來 我覺得這個青門踏戶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笨的一個做法 第四天了 第四天了 今天換地方了 你怎麼看 要一路站下去嗎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那麼如果謝國良要打悲情牌 你知道他這個悲情牌 是怎麼來的嗎 他當年選舉的時候 就靠這個悲情牌 到處去鞠躬 然後到處去送人家東西 握手幹什麼的 有點像是一些 要選議員立委 那麼跟人家垃圾車後面走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就對了 所以他如果要走悲情牌 要打悲情說 我沒有那麼差啦 不要罷免我啦 然後讓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覺得他用這樣的一個決心 走他個一個月兩個月 可能有效 可能一兩個月 你都站在這個路口 就這樣子一直鞠躬 可能有效 因為大家看到 不過過去四天以來 讓我們突然間不小心發現一件事 紀隆市沒有你謝國良市長 也一樣OK啊 因為你都在馬路上面 你都在台鐵的門口嘛 等等嘛 但是不要造成人家台鐵的困擾啦 你在那邊 我說他們 他為什麼站在那個地方 因為在台鐵搭火車 那麼來台北哪裡的人很多嘛 所以他選擇了用這樣的方式 享受跟人家近距離的接觸 這個是他當時選舉的招數 那他如果要 要 腰要彎得下來 那就要軟到底 可是你又 戰術亂七八糟 一下子彎了好幾天 你剛剛講四天了對不對 對 彎了四天 明天幹嘛還繼續彎 彎到那個假日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 朱立倫來了以後 站到底 我們要宣戰 要跟基隆 基隆市民 至少是部分的基隆市民 哪一個才是真的的 他心理念念的想法 不知道 也個性 你沒有發現嗎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好鬥 然後呢 他不願意輸的感覺 所以人家都說 馬英九握手死亡之握 而不是兄弟相對有味 很有 我小孩很喜歡的一個 跟他握手以後 啪 手就斷了 手機打到骨頭斷了對不對 那個事情死亡之握嘛 媒體這樣講 大家這樣笑 他就故意兩隻手一起握 你看你看 上次我選舉的時候 他媽握三次 我這次握了一個 你這次萬一被罷免了 那你不是害了馬英九了嗎 那是死亡之握 就見證嘛對不對 所以是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但問題是 從頭到尾 二月一號到現在 毫無彰化 亂七八糟 要硬就硬 要戰就戰 但是呢 要軟你就軟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戰術呢 不高 我看那旁邊的很多國民黨朋友都問說 他到底有沒有幕僚啊 就有沒有幕僚 有沒有軍師 然後在跟他講到底該怎麼做 他不斷的在把仇恨值炒高 你知道嗎 那個仇恨值一來一高 現在我問你啦 再去惹 一開始不是說 他們那個國民黨部不是說要罷免這個同志委嗎 對 你又把更加 更加把那個相關同志委 不是只有這個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還代表部分他們相關在地人士 你不斷的把這些不斷的拉高 不斷的仇恨值拉高 那對你當然是不利的嘛 那再加上現在那些所謂的 你故意寄給兩萬多份給人家 沒有回來就不算 你不是又把事情鬧大了嗎 你鬧大然後網路上吵翻天 然後現在大家又把這個所有的焦點全部放在謝國良 今天台灣國要霸你的人在做直播 你還過去跟他蹭對不對 那這個你做很多荒腔走板的事都讓人家覺得 我問你為什麼故意要拍謝國良一個人在那邊 他就是要讓人家覺得 我雖然是基隆市長 但是我跟大家都一樣嘛 很親民嘛 他不是啊 旁邊站好幾個啊 你知道嗎 如果你跟這個等於說稍微要霸梁幹嘛 他馬上就會排除嘛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你要把戰術跟這個戰略 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 這樣對謝國良才有利 否則一下子軟一下子硬 軟硬間是固然很好 但拿捏不到的話 人家看不到你倒是閉下夢 讓你仇恨值衝到最高 好所以謝國良說呢 沒有人可以剝奪他跟市民溝通的權利哦 但今天出現直播的時候呢 因為有人也在旁邊做無聲的抗議嘛 沒有想到立刻就被驅離了 我們先來看一段 好請教伍子 因為這幾天除了這個剛剛台灣國的那個獨派人來說要合照之外呢 這個謝國良表情是有點尷尬 另外我還看到有一些脆上面有網友PO文嘛 他就拿著抗議的標語曲嘛 就被他們的這個發言人啊幕僚給驅離了 啊不是說要跟大家一起來直播一起來溝通嗎 啊不是應該海納百川嗎 對所以瑞德哥剛剛講說 到底你謝國良是要親民還是要戰鬥 為什麼看起來好混亂都被搞亂了 這很明顯 這一定就是第一個 後面有人在這個指導期教他要怎麼做 啊你現在要裝很謙卑的樣子 要讓大家覺得對你沒有敵意 但是謝國良執行面有點障礙有點狀況 可能他心裡還是一直有一個怨氣 或是想要來去把他的這個戰鬥一直表現出來 所以就會出現矛盾 因為事實上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謝國良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策略是聰明的 因為我昨天遇到這個童之偉 然後我就跟他聊一下說 你們市長現在每天都站入口 童之偉說這個基隆鄉親 可能真的會吃著套 有聽說要站到什麼時候嗎 不知道 但因為童之偉就特別講說 其實我們基隆人大家很重感情 大家其實仇恨值就算對你不滿 但是看到你這樣這個態度很低姿態很低 可能覺得好啦我下次不同你好了啦 但是罷免算了沒關係啦放你一碼 有可能會有人這樣感覺 可能會這樣兩年就做完這樣子 像連剛剛舉經都覺得說 哇這個太陽曬好久 好像續航力很強 我媽媽我慈悲 對你看連你都同情了 但是你不要被騙了 不要被騙 對因為像謝國良 他其實第一天站20分鐘 今天站半小時 昨天比較有毅力站一小時 所以每天的續航力不一樣 所以隨著太陽的那個強度 對因為昨天在車站下面有那個屋簷 有冷氣可以吹會站久一點 所以就可以站一小時 今天外面太陽沒有打就再半小時 但我是要說這個他來站這個事情 當然是要展現一個姿態 但是其實民眾跟他接觸距離也多了 機會也多 那謝國良你本身內心的想法 可能就會表現出來 包含今天 今天早上謝國良去站路口之前 他先直播 然後直播先講三點聲明 講什麼呢 講說昨天他站完一個小時以後 跟團隊去吃早餐 然後就有就剛講到 有民眾就舉這個身上穿拆樑大隊的T恤 舉手舉牌 那個要罷免謝國良 然後跟著他後面這樣一邊喊口號 然後謝國良講了 包含今天國民黨中央黨部 幫謝國良去講說 這個叫做不明人事跟蹤騷擾 我看了就覺得很傻眼 什麼怎麼會是不明人事跟蹤騷擾 這個就基隆市民的表達意見在成抗 什麼叫做跟蹤騷擾 請問一下 昨天謝國良站完路口大概九點多吧 九點多是不是你基隆市市長的上班時間 是吧 謝國良你是不是在執行公務 照他說法也是嘛 他說我在宣傳市政嘛 你在一個市長在上班時間執行公務 基隆市民跟在你後面表達意見 怎麼會是不明人事跟蹤騷擾 你看完全沒有要接受任何民意的表達 再來謝國良今天講什麼 他講說大家不要再一直來嗆他了 不要這個不理性的喊一些口號一直跟在他後面 這樣叫做傷害基隆民主 我看了也驚呆了 因為我們是以前從街頭參加社會運動出來的 陳情抗議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一環 本來就是市民表達意見的方式啊 我對你市長做的不滿 難道我不能出來嗆你嗎 我不能在路邊對你表達我的意見嗎 什麼叫做傷害民主 難道謝國良心中的民主是只有給你比讚 只有稱讚謝國良好棒棒 這要才叫民主嗎 而且我發現他們的麥會伸縮 就是如果說我旁邊的直播小編在講話的時候 那個小編的聲音就比較大聲 因為怕可能會不會有抗議的人 如果有人說你讚比他的時候 他就會把那個麥遞過去 讓他發言幾句是不是 有人要來表達意見他就趕快把麥按住 所以你看麥一直關關停停 這幾天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小心喔 這個麥關關停停表示謝國良的忍耐度也要到臨界點 因為他今天早上也在直播上講說大家不要再來這樣 不然可能會插槍走火 插槍走火是怎麼回事 他說要是有人再來嗆他 他就要像之前一樣嗎 動用警察 321滾這樣子嗎 是說整個如果再來跟他抗議的話 整個衝突就會被拉高嗎 所以你看出來謝國良心理 事實上他還是非常威權反民主 根本沒有要聽盡市民的聲音 雞翼 糟了